经常看韩剧的朋友们 会觉得韩国的生活一派祥和 华丽的告白 浪漫的婚纱 西装笔挺的上班一组 还有妆容精致的韩国姑娘 其实走访韩国很多地方后会发现 两极分化在很多国家都有的 韩国也一样 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是高楼大厦和各种时尚 韩国农业资源相对比较稀缺 现有耕地面积1835.6000公顷 18.4%是农耕地 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韩国农产品较多依赖国外进口 除了大米和鼠类能基本自己外 其他粮食85%需要进口 韩国农村的房屋和我国农村的房屋 其实相差并不大 虽然韩国整体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挺高 不过所谓一个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手 需要不同领域的能手 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的农村生活是什么样子 在韩国 大部分农民也是需要下地劳动 但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是他们的主力是女人 即使在漂亮的女人结婚后都要相夫教子 家务活是女人的 出门还要赚钱 即使老了还要下地干活 就拿刷墙这样的事情 女人照样能干好 女人能顶半边天 这句话很贴切地说明了韩国女人们的力量 各种体力活比如 铺草坪 重装甲 捕捞海鲜 工厂干活 没有一样能难到这里的女人 很大程度上 女人才是这个国家传统精神所在 即使没吃过韩国的朋友也知道 韩国泡菜是他们的必备菜品 农民会在自家院子里 监制很多各种味道的泡菜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泡菜 韩国传统名菜烧肉 泡菜 冷面 已经成了世界名菜 像种植水稻 养鱼的 都是当地农村人每年做的农活 很多还是和我国农村一样的 他们也开注拖垃圾上路 也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 男人也是会外出大工 工地上很危险的活 也是男人们在干 在韩剧里看到了男主人工 遇难时候 去工地工作的场面 现实生活里很多 韩国由于物质匮乏 农村很难有什么收入 很多农村还有很多低矮的小土房 韩国农村也同样十分落后 光鲜繁荣的大城市表皮之下 韩国农村 有的只是一股久远历史的破旧感 对于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圆的朋友们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把你们梦敲碎了 人不能总活在幻想中 是该醒醒了 要不然 近些年很多韩国女人想嫁到中国来呢 每个地区都有穷富 我们不要一味的羡慕 她是肯带做好自己 生活一定会过得很好